二千年后 萧若元述往事 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 史记 自业 去到业 矫毅王令代俊毕 说毅王派我来代俊毕 掌兵符 俊毕合乎 合乎乎是对 而之怀疑 举手是公子若 举手 告诉公子 吳金勇十万之重 我现在勇着十万兵在这里 屯于境上 住在边境这里 国之重任 是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今单居来代之何愚 为什么你 就这样几个人来 就是毅王有可能派几个人来取代 叫你来取代我做大将 应该 通常都会派一支援军 或派一些重要的军队来陪你来 为什么呢 怀疑 欲无听 想不听 朱骇就四十斤铁锤 除杀俊毕 朱骇立即在三袖上拿个四十斤铁锤 一锤拼死了俊毕 公子垂将晋毕军 于是 这个信林军就控制了晋毕这支军队 勒兵下令军中约 那些叫的军队来 大家整顿 收买军心做一些事情 要大家去拼命 公子驱在军队 父子驱在军中 两子爷都在军队里面 父归 父母回去 等你不会全家死了 兄弟驱在军中 兄贵 如果两兄弟都在军队里面 哥哥回去 大家无后顾之忧 独子无兄弟 如果只有一个子 如果他死了之后 就全家没有子 归养 回家 得选兵八万人 于是选了八万人出来 这八万人 就是要拼命 为他拼命 进兵 激秦军 就是打秦军 秦军解去 秦军退走了 遂救寒丹 全召 于是救了寒丹 就是保存了 趙国 趙王及平原军自刑 公子于戒 自己率领 自己去迎接公子 在边境里面 平原军 赴兰齿 为公子先人 平原军 是背着箭袋 走在公子的前面 背着箭袋 走在你的前面 表示是你的下人的意思 因为你的工人 通常会背着箭袋 走在你的前面 趙王再拜药 趙王屡次拜祭他 自古賢人 未有及公子者也 古往今来的賢人 沒有一個像公子你那麽偉大 當此之事 平原军 不敢自比於人 平原军 這個 不敢和公子 信林军相比 公子與侯生決 至君 侯生果不香自經 當日公子和侯生 分別那刻 曾經決別過 果然 他到信給君那刻 侯生果然是自問死了 這就是我們詩也有講的 季報無二諾 侯應眾一言 侯應是千古全眾的 其實這件事情 當時是非常 有武士道精神的 魏王怒公子之度其兵符 魏王很生氣 因為公子偷了他的兵符 繳殺俊被 魏命去殺了俊被 公子亦自治 公子知道是不對的 以卻秦傳召 已經是打敗了秦國 保存趙國 使將將其軍歸毅 叫人帶了軍隊回去魏國 而公子獨與客流趙 公子和他的食客留在趙國 趙孝成王 得公子 知矯奪俊被兵而傳召 這樣呢 趙孝成王 很感謝他這樣奪俊被的兵符 保存到趙國 那與平原軍計 不如和平軍商量 以五成封公子 預備將五個成 去封給公子 公子民之 公子 這個聽見了 異嬌經 而有自公之之息 要有些驕傲 覺得自己真的有很大的功勞 客有遂公子 於是他的食客就跟 俊平軍說 物有不可忘 或有不可不忘 這個世界上有些事情 是不能忘記的 又有些事情不能夠忘記 婦人有得於公子 如果有人對你有得的話 幫你的話 公子不可忘也 你千萬不要忘記 公子有得於人 如果你幫過人 怨公子亡之也 你最好就忘記了他 且叫魏王令 魏作是魏王的命令 奪俊被兵以救趙 搶了俊被的兵來救趙國 於趙即有公義 你對趙國是有功勞 於魏則未忠臣也 在魏國你不是忠臣 公子乃自驕而公子 而你覺得驕傲 覺得自己有功 涉為公子不取 我覺得你這樣是不對的 於是公子立自責 於是公子立即責的字 是 我不對 接約無所容者 似乎是無地容身 覺得自己是 覺得自己太過不對了 無所容 是自己不知道怎樣 內疚 秦皇掃除自刑 秦皇拿一個掃把掃街 來刑信寧君 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街 執主人之禮 請公子 叫他由西面上 由西面上 就是地位比尊貴 公子一學了 他的客人教了他 千萬不要驕傲 側行辭 不可以 側住身 一路欠去 不要 不要 從東街上 從一個比較 疲賤的位置上去 就是不敢驕傲 不敢驕傲 就是這樣 致願 致願罪過 我是有罪之人 以負於魏 我對魏國不轉 無功於趙 對趙國是無功勞 趙皇嗜酒至無 趙皇請 這個信寧君喝酒 喝到夜晚 口不隱憲五成 始終講不出來 要勸五成 有些肉赤 以公子退讓 因為公子這麼厭口 他就講不出來 給他吃 信寧君 公子警留趙 於是信寧君就留了趙國 趙皇以號為公子 湯木一 結果送了好的地方給他 湯木一 我也說了 就是收入來做洗澡 服飾洗澡 魏亦服以信寧 奉公子 帝國又給回信寧給公子 公子留趙 於是公子留了趙國 這節約